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過我們之前的內容 我相信應該觀眾朋友都知道 袁世凱其實可能也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糟糕 坊間很多的故事裡面 我們會聽過袁世凱有所謂的 逼供清朝皇室 然後逼迫他們退位 才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的這些說法 所謂的逼供的這些說法 它的史料來源大部分是報紙 我比較期望是看我們大家能不能從一個 整體的環境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來了解袁世凱他到底有沒有逼供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說法有沒有意義 我們在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首先要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1908年11月15號 慈禧死了這件事情 對袁世凱他的政治生涯而言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整個清朝在慈禧死後 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達到當年慈禧 掌控整個清朝政權那樣子的影響力的地位 在朝廷中的滿漢的對立 以及滿族清貴裡面自己的爭鬥 這些問題全部都一一浮上檯面 造成了當時身份是漢人官員裡面的袁世凱 受到了很大的政治上蜂巢的影響 也影響他日後的職位的發展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要知道 在1906年的時候清朝其實就已經下照預備立憲 也就是說清朝準備要走向像日本一樣的 所謂的君主立憲這樣的體制 在1908年的時候清朝頒布了所謂的 清定憲法大綱 就是告訴大家說我們以後要頒定憲法 憲法大概會依據哪樣的內容 去頒定了一個法律性的文件 照理來說這個時候應該政府要開始籌備 被組織所謂的責任內閣了 但是事實上因為慈禧不是完全理解 到底什麼叫做君主立憲 事實上對他們這些傳統人士的 他們也不見得真心想要君主立憲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慈禧他保留了中國在雍正以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質施政機關 叫做軍機處 所以他保留了軍機處之後 所以這就造成了如果中國要有責任內閣的話 那責任內閣和軍機處到底要聽誰的 那個職權如何劃分 會是中國在頒定了清定憲法大綱之後 很重要一個政治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來不及等到慈禧解決 因為在那更早之前在1907年的時候 其實清朝內部就已經因為整個局勢的混亂 還有各自路線的不同 發生了所謂的丁偉政朝 這個政朝沒有到政變的程度 但是它的的確確造成的內部 路線的分裂情況越來越大 在這個丁偉政朝的情況之下 體現的就是滿人清貴 還有袁世凱所屬的那個 勿石派的漢人成僚的這個陣營裡面 一定程度上是比較敵視的 等到1908年11月慈禧死了之後 這個時候的那個勿石派的漢人成子 這個力量在丁偉政朝之後 因為被一定程度的打壓 所以他政治實力還沒有足夠恢復的階段裡面 慈禧就死了 所以在滿人的這些清貴掌握了比較大的政治權力的情況之下 他就在1909年1月的時候 就下令袁世凱開缺 然後回家養科 養科那個科是生病的意思 可是這個科這個病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是說袁世凱腳扭到了 那既然你腳扭到 你就回家去養傷吧 我們都知道除非他是NBA球員 不然腳扭到真的不是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開缺回家就等於是罷出了袁世凱 事實上這還是因為像張之洞這些在慈禧過世之前 特別嘱咐有類似顧命大臣身份的這些大臣的力保之下 袁世凱才只是開缺回鄉而已 沒有遭到更嚴重的政治打擊 本來清朝的預備立憲的時間很長 但是因為壓力實在是太大 所以他在1910年11月的時候 他宣布他要在五年之內立憲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到了1911年5月8號的時候 清朝正式廢除了軍機處 然後開始組織第一屆的責任內閣 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或許都知道 他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第一任的責任內閣 是被稱作皇族內閣這樣子的一個內閣 那皇族內閣到底是好是壞 不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討論內容 我們要說的是啊 在這個所謂的皇族內閣裡面 他的總理大臣義匡會變成總理大臣 首先就是滿族清貴他自己內鬥的一個結果 怎麼說呢 因為在當時的第一任責任內閣的總理大臣人選裡面 義匡本來並不是首選 本來是包括像宰濤或是宰澤這些 更親近的宗室會是首要人選 但是宰濤太年輕了 那宰澤雖然跟摄政王宰豐的關係非常好 但偏偏宰濤他也是榮譽太后的姐夫 所以這就會造成了 如果讓宰澤擔任總理大臣的話 那是不是就表示權力就會跑到了 榮譽太后那個方向 而不是摄政王宰豐能夠控制的 所以這種滿人自己的內部的這個權力鬥爭 導致最後義匡就出現 首先就是他也是滿清高級的宗室 在慈濤太后還在世的時候 義匡就是被慈濤認為算是自己人 所以會給他比較多歷練機會的一個人 在李鴻章臨死之前他也曾經上書 不舉見義匡說義匡是可以接任李鴻章的任務的這個人選 所以整體而言 對於摄政王宰豐而言 在宰澤不適合就是會有顧慮的情況之下 義匡就變成一個可以相信的自己人 而且有很多政治歷練的一個對象 最後宰豐選擇了義匡來擔任第一任的總理大臣 整個內閣裡面有一個總理大臣有兩個協理大臣 總理大臣義匡跟袁世凱關係非常好 兩個協理大臣是納瞳跟徐世昌 這兩個人也跟袁世凱的關係非常非常的要好 也就是說整個責任內閣裡面最大的三個人 其實都跟袁世凱關係早就一直很密切了 再來包括像什麼陸軍大臣義昌啊 什麼這些人都跟袁世凱很好 義昌甚至是袁世凱的兒女親家 那有一些不在責任內閣裡面 但是同樣在當時清朝政府裡面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譬如說像軍資府大臣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宰濤 宰濤還擔任 宰濤是光緒的同父異母弟弟 照理來講我們直覺上會覺得他可能會因為光緒的原因 所以很討厭袁世凱 可是事實上宰濤也常常向宰豐去表達 應該要讓袁世凱來擔當重要大任的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他其實本身也非常看重袁世凱的實力和能力 袁世凱的運氣就在這個時候體現出來 因為雖然第一任的責任內閣是義匡所組織的 而不是袁世凱 袁世凱已經被趕回家了 可是實際上在這個責任內閣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其實跟袁世凱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所以袁世凱雖然失去了這個位置了 他的事例其實還是存在的 在1911年6月的時候 在上海的東方雜誌就刊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照片 這個照片是袁世凱釣魚的照片 他的標題是 這個照片出現的原因就很有趣 因為袁世凱早就已經回家很久了 另一方面就是這個圖書還寫錯 裡面有兩個人 一個是釣魚的人 一個是拿著蒿的人 圖書裡面寫反了 把釣魚的那個人寫成了袁世凱 但事實上釣魚的那個人是袁世凱的三哥 袁世凱 所以就表示其實在那個東方雜誌刊這個時候 他對整個袁世凱的狀況 也不是說真的多麼的了解 其實東方雜誌本身是偏向立憲派 跟袁世凱關係並不是特別密切 可是為什麼這個照片會刊出來 而且讓很多看了這個媒體的人 會感受到袁世凱好像已經與世無爭 可是他好像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的 這種感受出來呢 所以像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馬建彪 他就做了一些研究 他就說這張照片應該是在1910年年底就拍出來了 可是為什麼在1911年6月 隔了大半年以後 才看出在上海的一個親近立憲派的媒體 東方雜誌裡面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蛛絲馬跡 雖然我們目前都沒有任何的可靠證據去證明 袁世凱還有想要去暗中做什麼樣的行動 來恢復他的勢力 我們不知道 所以袁世凱他在那個時候 形塑了他這種環上漁翁的這種形象 可是這種形象 事實上他可能代表的是他背後 袁世凱的地位和實質影響力還是存在這樣的效果 在1911年10月10號 辛亥革命爆發是袁世凱付出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不過過去我們比較重視的是 南方的革命黨的這個部分 南方的革命黨其實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 是由剛剛我們也講過陸軍大臣印昌去南下平亂 可是印昌雖然是清朝宗室之一 可是他是留學生 他沒有辦法有效的指揮過去 由袁世凱所帶出來這些北洋軍 另外一個我們比較少注意到一個重點是 除了南方爆發的辛亥革命之外 事實上北方也因為辛亥革命影響 然後產生了其他那些問題 在1911年10月2號還沒有爆發武昌起義的時候 其實清朝本來在北方已經舉辦了一個 所謂的遠平秋操 這個永平秋操有點類似我們今天所謂的漢光演習啦 他是算是清朝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個軍演行動 這個永平秋操本來預計要進行八天 可是進行到最後的時候 10月10號武昌起義爆發 所以清朝就馬上電令月操大臣 月操大臣就是負責檢視這個軍演是否成功的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軍資府大臣宰濤 清朝馬上命令月操大臣宰濤 趕快把你送到永平秋操的那個部隊 帶回南方去進行平亂的事情 宰濤要帶兵往南下 照一講其他部隊在演習結束之後 就要各自回到自己的駐地 在這個時候竟然部分參加永平秋操部隊 沒有回到自己的駐地 反而產生了所謂的聯州兵艦 一部分是跟革命軍事有關係的 所以在聯州兵艦之後 北方也陷入了革命黨 宣告獨立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的問題 可是我們都會知道 就是北方本來是清朝最重要的根據地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北方也發生了亂世的話 整個清朝幾乎就完蛋了 不用等到後來清世退位照書出來了 清朝最重視 而且也最能夠信任的兩個滿族的軍事將領 就是印昌跟宰濤 在這個時候他們都沒有辦法幫助清朝 解決南方和北方的亂世 所以就體現了袁世凱的價值 所以到了10月14號的時候 袁世凱正式出山 這個時候他是擔任所謂的胡光總督 去鎮壓革命 有一些前輩學者 他們是說 袁世凱他當時在接受清朝出山的要求之前 他提出了幾個條件 這些條件包括說明年就要開國會 然後要組織責任內閣等等總共六個條件這樣子 不過這種說法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 足夠的史料去證明 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中國當時因為辛亥革命爆發之後 南北的整個混亂的情況 導致袁世凱即使要付出 他也必須要考量一下 他有沒有辦法在這個紛亂的局面裡面 重新把局勢倒回常軌 就是袁世凱要思考 在革命風潮如此昌盛的情況之下 他的路線要怎麼去做 才比較有可能是真實的原因 是不是真的要去要挾清朝 這個比較難說 到了11月1號的時候 義匡內閣就結散 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受命組織新的內閣 到了11月6號的時候 因為辛亥革命的原因 宣傳下罪己招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蠻可憐的 因為一個才五六歲的小皇帝 根本什麼都不懂 就得被迫下一個罪己招 說都是他的錯 當袁世凱取得了統治整個部隊 去進行平亂的這個資格之後 到了11月27號 他順利控制了漢陽之後 這讓南方的革命軍有點擔憂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在軍事上 真的打不過由袁世凱所統治的北洋軍 所以這個時候革命黨 他透過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向袁世凱提出了義和的要求 英國願意出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 英國也認為當時的南方的革命黨 他們所建立的這個政權 已經不是過往 地方獨立之後的那種小小的紛亂 可能已經被英國 視為所謂的叛亂團體 如果南北不義和的話 中國非常有可能會分裂 變成了兩個具有國際法地位的 這樣的政治實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袁世凱以及他所統率的北洋軍 就思考到 既然南方共和制的這個主張 已經被西方一定程度上的接受了 那我們就得去思考 我們怎麼樣讓北方也願意支持南方的立場 雙方才能夠合併 中國才能統一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徽下大將段祺瑞 就是後來晚系軍閥的頭頭 他向袁世凱提出了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我們去運動那些 跟袁世凱關係比較好的那些滿族的清貴 促使清朝自己宣布要擁護共和 那第二個方案就是由袁世凱來策動他下屬的那些部隊 然後由軍方來聯名要求清朝宣布共和 或者是武力奪權 由袁世凱直接脅迫清朝去宣布共和 在這三條裡面後來袁世凱選擇是第二條 就是透過他下面的部隊聯名向清朝要求擁護共和 所以在12月2號的時候 南方的時報上面就看載了袁世凱的意見 第一個重點就是袁世凱強調只有南北義和才能避免中國分裂 第二個就是我袁世凱立促清朝實施立憲 袁世凱幫自己形塑出一個愛國 而且不反對共和 但是他是清朝的忠誠的這種形象 讓南方願意跟袁世凱談 而且讓袁世凱也可以面對清朝 因為我袁世凱並沒有背叛清朝 我只是希望清朝能夠考慮共和而已 這樣的一個形象 其實這樣的形象是奠定南北義和的非常關鍵的基礎 否則從實力的角度上來說 南方其實根本打不過北方 所以當袁世凱的這個形象形塑出來之後 南方就知道雖然我打不過你北方 但是因為你袁世凱是願意談的 那我們就來談 就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南北義和才能夠有效的開始推動 1911年12月2號的時候 勘載了袁世凱的意見之後的同一天 在南方的革命黨他們就確立了 我們要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的這個位子虛位以待 等待袁世凱來接位 南北雙方在這個時候都釋放了一定的誠意 於是呢到了12月8號的時候 袁世凱正式確定以唐少儀作為他 北方的談判全權代表 然後南方就公推武廷方擔任他們的總代表 就在上海去討論南北義和這些問題 很重要一點是在這個南北義和裡面 不是只有南方跟北方的代表 他其實還包括了俄德法美日英 這六個國家的駐上海總領事 他們也同樣參與了這個南北義和談判 其實西方在這個時候一定程度上默認 雙方談好之後就可以立刻獲得 國際承認了一個重要的機會 也就是說到了12月8號這個時候 其實整體而言局勢都是南北會談好 而且會走向統一的這樣的局面 所以在12月18號雙方正式會談的時候 立刻在當天就達到一個 南北同意共同召開國民大會來表決國體的共識 顯然在12月18號這個時候 袁世凱都很願意去跟南方談判的 可是很重要一點是 其實我們這時候所謂的南方 自己本身內部也有很多的紛亂 甚至他們自己又重新選舉新的總統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這些事情 所以等到12月25號孫中山回到中國之後 在12月29號南方的林氏參議院就選出了 孫中山為林氏大總統 這個舉動等於就違背了南方 跟袁世凱談判的那一群人 給袁世凱的承諾 因為本來南方所承諾的是 我們會把林氏大總統的位置虛位以待 等著你袁世凱跟北方談好之後 把北方的權力帶回南方兩邊統一 本來是這樣子的承諾的 但是孫中山一當選林氏大總統整個都亂掉了 然後到了1912年1月1號的時候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在1月16號的時候 同盟會居然還有成員跑去暗殺袁世凱 所以這些事情都造成了南北一和幾乎失敗的這個結果 這完全超乎原本在上海願意會談的那個南北雙方的意料 在這樣子的局勢之下才有的 我們之前提過在1月20號的時候 南方提出了所謂的親世優待條件這樣子的背景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看得出來就是 其實南方比較期待雙方能夠盡快完成統一 南北統一變成一個國家 而不是袁世凱 因為袁世凱其實是比較有本錢好的 到了孫中山擔任林氏大總統以後 袁世凱大可以不管原本的承諾就不玩共和的 但是南方趕快提出了親世優待條件 希望北方願意趕快退讓然後南北統一 這一點我們都看得出來 其實對袁世凱而言 袁世凱真的有本錢跟南方好 其實也有本錢跟清朝好 如果回到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一開始問大家那個問題 就是袁世凱有沒有逼宮清庭 那我們也說了就是我們好像也不能說袁世凱沒有 但是如果我們從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袁世凱他是李鴻章過世之後 整個中國裡面最有能力去維持局勢穩定的政治人物 雖然部分的滿族的清貴可能真的很討厭他 這是事實 其實在滿族清貴裡面 也有很多人跟袁世凱關係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說袁世凱其實也獲得了一定比例的滿人的支持 雖然袁世凱的的確是被載封罷處了 但罷處的的確也是袁世凱一時的失事 可是一方面袁世凱被罷處這件事情 他的背後的內涵裡面其實也包括了滿足自己的鬥爭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龍玉太后跟射政王載封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罷處了之後 袁世凱也並沒有真正失去他的政治實力 他在政壇上的實力其實還是保存著的 再加上北洋軍的軍力 還有北洋軍對袁世凱的高度擁戴 這都是袁世凱非常可以賴以為是的後台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不僅是在這個北方清朝控制的地方裡面 沒有任何能夠跟袁世凱相提並論的人物 就算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南方 南方也同樣沒有任何人能夠跟袁世凱抗衡 所以無論袁世凱有沒有逼供 其實歷史可能都是會這樣的發展 我個人會覺得他本身不見得是一個 在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裡面 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 因為無論袁世凱到底有沒有逼供 其實清朝在當時的情境之下 可能都是得宣布共和並且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而南方也必須接受袁世凱 因為沒有其他實力派人物能夠擁有袁世凱的地位 南北都是這個樣子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